小鼠大鼠上征下鼠 我们一不小心错过了小鼠 补过来,天气这么热 跟三伏大鼠一起讲 我们这个挂,举到现在,什么意思? 这个挂就代表着小鼠跟大鼠 这期间的一个月 由小鼠开始,这个阴气慢慢上升 阳气衰退 你说听起来好像不对 天不是越来越热吗? 那是你人反应尺度 天那么高,地那么厚 这个时候,地气已经 它的能量往上在慢慢的消散 只是上升到上面之后 包括影响周围的环境 给你的身体的这种施展温度 会才感觉到热 那敏感的朋友 一些修人士 或者是身体不太好的人 他这个时候,遇到一点问题就会出现 你会可能小腿就开始凉 就像这个挂像一样,自下而上 大鼠就大腿凉 那真的是这样 你去随便去看 多一些经验 多一些见闻 你就知道了 包括我们前面讲那个 下肢的时候,一音声 这个时候,音可以代表性气 也可以代表脚 就是最下面的脚上肯定是凉 那你说更挂 这个还要代表手 那你去看 可能也要是手凉 但是更多的,它是代表一个自下而上的气 所以,道心为为 就是说,病的人 往往他会长寿 什么道理 中医也讲 不干不净 吃了没病 这是老百姓的俗话 就是身体不停的在演练 在一种安逸的情况下 你可能会不太在意这种 就好像身体好的人 他一直不在意 一直没感觉 等到最后 一下,病了,完了 真的是这样 可以高高在上的人 你什么都不在意 当出了问题 你就知道了 对弱者道之动 我们柔弱者还是有机会的 好不好 还是更接近道的 更能容易体会的道 小鼠 可能不如大鼠热 尤其在北方 这会相对明显一点 但是在一些气候异常的年份 一些突然的情况也有意外 很难发 那就一直热 有的时候可能小鼠比大鼠还热 但是我们同时在说这个卦 这个魏月 我们这个时候脾胃 是虚弱的 很多中医会这么讲 但是我们不以为然 听听看 首先 魏食 这个时候是小长径当令 它应该是反而是最活跃的 时候 那你说 这个时候好像人 实证来讲 真的吃了很多 不太 愿意吃东西 怎么搞的 人体它本身是空的 它是不需要吃东西 这个到了最高层才会如此 现在慢慢人也知道吃醋 然后甚至闭谷 只喝水 到后面餐风引路 什么都不吃 那个时候 不吃食 不吃碎的时候 你身体 才是最好 才是最接近天地气 一旦你吃什么 那都是阴的东西 那些都是需要消耗你这个机制的 你睡的不用睡了 春阳就停 当然 如果吃跟睡相对 可能 吃的比猪好 还不如睡的比猪饱 这个睡也是非常重要 小暑期间的三个 握后 一是温风至 就天热了 然后蟋蟀 就躲在阴凉的地方 老鹰肥的更高 感觉到天气热气 所以肥高了